我们将乘牛车 寻访原住民塔屋主 牛车沿乡间小路 颠簸而行 体验乘牛车的慢活 这种牛车在台湾盛行于六十年前 现在在台湾已销声秘籍 习俗的民居分座路边 这是幼稚园 这里已是塔屋主居民 要拜国还有原始宫位塔屋主居民 每家家户门前都一样 进入塔屋主 原始居保护地 他们的保护墙壁 室内不为或像枣根编织 在土上连土而成 屋顶覆盖稻草或茅草 近年改用瓦片 室内空间不大 简单的床 没有衣橱 空间四到五平 户外搭乘简易的牛棚与阳窟 积压等颈内 任其 自由行走灭尸 因此 不用塑胶类用品 所以垃圾 稻草 群类 序类的排泄物 成为堆肥的原料 这时民主早期来自北印度 为躲避伊斯兰教的迫害 迁来此地 路边有野生大马 是要用植物 漂亮天真的塔鲁竹孩子 马铃薯也是他们重要的食品 这位现存的文森老 以前文森有三说 文森丑陋 不被王室强当信我 青春起少女 文森才会被社会接到 文森美 在离世时 可以最美的姿态 升天堂 谢谢光赏